剛才理事長在講話的時候 證明我很注意聽 但是證明我的老小已經早上到 國中、台行、甚至在新台北 在做醫生的時候生活的經驗 怎麼說呢?情不自禁 批到菠蘿麵包的主題就想到過去 在地的時候我吃什麼 菠蘿麵包 配一個 我想要吃菠蜜口菜汁 可能就是我的一個早餐 雅雲,不好意思 這位雅雲的議員 雅雲,我沒看到你坐在那裡 好,謝謝 我在想我英文 國中的家庭 台行的家庭 在新台北京做住院醫師的家庭 大概其中吃麵包 吃最多的就是菠蘿麵包 我相信 很多人的家庭也吃了 菠蘿麵包 所以他應該說的是什麼 國民麵包 國民麵包就是什麼 最基本的 而且我了解這個 是我們風批以及祭司檢定 指定題目 指定題目就是我們以前 這條課 哪一個是要指定題目的 指定曲 要做過的麵包 所以庭建 他在麵包食品裡面 共有的地位 我了解的是 我們台灣的菠蘿麵包 應該源自日本 叫做蜜瓜麵包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固憑的 菠蘿 他們出來後 他的網路更固憑 另外一種是自然發酵 但是不論哪一種 外表看起來 都比較像 鳳梨 菠蘿 叫菠蘿麵包 所以我怎麼有做研究呢 我怎麼有做研究呢 所以我是很高興 辦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因為理事長 我們有很多次 我們議會 尤其雅琳姐 每一邊都有來 我們的鳳梨酥比賽 我們每次 一生 全台灣說到 太陽餅 就受到台中西 說到牛舌餅 受到宜蘭 我們希望說 醫療說到鳳梨酥就受到台南 如果說到桂圓麵包 就受到有保存 如果說到菠蘿麵包 要受到什麼人 你想看看 台南市許理事長 哈哈哈哈 你看 台北辦的牛肉麵結 本身說到 如果牛肉的湯最好吃 是我們台南的 但是它有辦法 所以像台北的牛肉麵 好像最出名 但是這就是有酸團 有好夠 不是說好吃 就不酸團 有好夠 有行銷 就去麵人出 好 我們現在的烘焙業者 我們的食品 食品業者 大家不想 要用國民麵包 最基本的烘焙麵包 拿出來比賽 一方便電視 我們台南市 這個高餅業者 要讓我們台南市 幸福的滋味 幸福的美味 另外要讓 安全好好的食品以外 美國我們的麵包 烘焙麵包 要來帶動 這個帶動台南的觀光妹 對喔 另外 陳理事長 剛才剛才坐那裡 這坐那裡 我剛才把你們太太睡著了 哈哈哈哈 那一天陳雅林打電話給我 戰利的主播陳雅林 他就說阿姨很感動 我們台南市民 有辦法去創一個碗 那個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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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他也很感動 他有特別報導 他有特別 他有專案特別報導 這個台南 他說受到很大的回響 他跟我說 那個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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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台南 台南這個動作 本身就是台灣這個動作 本身就是他的去面子 我們如果經濟台南的文化 台南的力量 去行銷 都會經濟人的處理 那個碗 是我們台南的小吃 這個監獄的立場地 那這個波蘭麵包 也是我們台南高餅業者 高餅業界的監獄的準備 我在這裡 在此表示感謝 表示敬意 我們也表示祝福 這個碗 可以很完美 很順利 每年都辦下去 每年都辦下去 謝謝大家